你知道吗 作为千和之省的四川 水资源总量丰富 但是空分布不均 加强水资源的配置 节约节约利用和保护十分重要 7月1号 四川首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水资源条例正式实施 为强化水资源保障和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 提供了法律保障 条例首先法定了水资源工作的重要制度 要求依法实现水资源取水许可 用途管制和有偿使用制度 明确了水资源规划体系 统一管理 水资源督察等制度 同时强调加强水资源储备与涵养 要求全面推进规划水资源论证 推进重大水工程建设管理 统筹配置非常规水源等 提出水资源管控与调度的重要要求 提出了水资源配置原则和用途管制要求 要求实施水资源分区管控 实施流域统一调度 与调水工程联合调度 此外 还强化了严格取用水管理规定 从取水和用水管理两个环节 按照从严从系的要求进行了明确 充分体现了水资源急约节约使用的要求 加强取水许可管理 推进区域水资源论证 强化节约用水 就水权与水价改革做了原则性要求 最后 明确了违规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 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罚款下限提高至5万元 四川省水资源条例 你都懂了吗